中共七一八年黨慶章至 北京當局草木皆兵 不僅加強了日租套訪的查緝 更頻繁地在地鐵站進行臨檢 而各地寄往北京的郵件 也必須二次安檢 中共副總理劉鶴 在17日下令 為八年黨慶創造安全穩定環境 不准出事 6月18日 中共公安部、國安部及郵政局聯合法通告稱 自21日到八年黨慶結束 各地寄弟企業 對寄往北京的郵件快件 必須經過X光機安檢 而北京寄弟企業 對各地寄往北京的郵件快遞 要全面實行投遞前二次安檢 沒有安檢標識的則一律退返 公告還提到 自21日至活動結束 嚴禁修記和投遞寄往北京的航空器 嚴禁修記和投遞寄往北京、天津、河北等地的穿越機 航空模型、無人機 及投遞寄往北京市公安局17日亦發通告稱 北京市公安局17日亦發通告稱 自21日凌晨至7月1日午夜 在北京市內 禁止一切無人機、穿越機等低慢小航空器 進行飛行活動和施放氣球活動 6月17日 中共國務院安委會主任劉鶴 在全國安全生產電視電話會議上發表講話 要求全力搞好安全生產 堅決壓制個女士故多發勢頭 為8年黨慶創造安全穩定環境 中共媒體公開報導顯示 1月下旬至今 至少發生60多宗傷亡事故 遍及全國各地 最新的一宗是6月13日早上 湖北省十演市一閘茂市場 發生燃氣爆炸事故